以前我是个无神论者 自从踏进了我老公的家门后 我了解到了我所不知道的世界 我的婆婆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神婆 但是我们这里不这样叫 我们称这类人为开堂口的 她可以足不出户 就可以知道你家里的房子位置 结构和你家里的坟地情况 她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例如我们口中的鬼魂 她可以和上下界的人对话 虽然听起来很匪夷所思 我们家是安徽的一个有名的药材城市 是全国四大药材城市之一 家里做药材生意的应该知道 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婆婆有这种本事 第一次到老公家 也是第一次见家长 一进到老公家 就被缭绕的香火枪到了 客厅里坐满了人 当时婆婆坐在一个长行的小桌子旁 桌子上摆满了各种贡品 婆婆嘴上叼着烟 这正是把我吓到了 当时只有公公和我打了招呼 婆婆一副完全看不到我的样子 我老公把我带到了屋里 玩了好长时间 婆婆喊我们去吃饭 很热情地和我打招呼 给我夹菜 一点都不像刚才那副样子 吃完饭 我们在婆婆的屋里弯电脑 婆婆躺在床上 一开始很正常 后来时不时地一直咯咯咯不停 我一开始只是以为她吃撑了 但是后来这种声音一点都不像吃撑才会打嗝的样子 而且我可以听到 婆婆时不时地小声嘀咕 就像在跟人对话一样 我当时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就是 她不会是个神经病吧 我偷偷地问老公 你妈妈怎么了 老公打着马虎眼 笑了笑说 她就那样 别理她 我也没敢多问 后来婆婆和我聊天 我也很高兴地和她说话 说话的样子思维清晰 有条有理 一点都不像得病的样子 可是这时婆婆问到了我家里的事情 问我家里都有谁 我回答道 有妈妈爸爸 弟弟妹妹 婆婆笑了笑说 你家房子不小啊 我一脸惊讶地问 你去过我家吗 可是没理由啊 连老公都只是送我到我家门口 没进去过我家的院子啊 婆婆说没去过 但是我知道你家总共有多少间房子 哪个门在哪 哪个房子多大 而且你家供奉的有三个神位 两大一小 对吧 我越听越冒汗 这些事情连我老公都不知道 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说对 一个财神爷 一个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个也是菩萨 是个很小的 那是我奶奶死后 从我奶奶那里拿来供奉的 他笑了笑说 嗯 我就说嘛 老神位是不会报错的 一副很自豪的样子 我更不能淡定了 想问又不敢多问 当老公送我回家的时候 我把我的疑惑全问了出来 你说 你妈是干什么的 听完老公的解释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婆婆就是我们当地人口中开堂口的 一般人来到堂口 大部分都是家里人得了一些看不好的邪病 和家里人一直倒霉的 还有问好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事情 后来嫁到老公家 我慢慢就对婆婆的职业有了个全面的认识 婆婆不需要看面相 不需要看首相 只需要你人来 婆婆为你点上香 一会就可以和你保你家的神位对上话 我不知道神位都对婆婆说些什么 我只知道来的那些人不需要说些什么 婆婆就知道他们为何而来 来看什么 就比如 有个中年女的来我家看香 婆婆刚点上香就问 死多久了 那女的一听到这就大哭起来 边哭边说 死两年了 最近我一直梦到她 她让我别改嫁 一直闹得我几夜都睡不好 婆婆这时开始打嗝了 但是一直没说话 等了好久 婆婆一直在那里嘀嘀咕咕 时不时又嗝几声 过了会 她对那女人说 你丈夫在下面缺钱花了 你给她烧点钱 顺便烧几身衣服 她说去哪里办事 每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不方便 那女人连点头说是 婆婆又说 你今天回去就不会再梦见她了 这人去世在地下 也是需要钱打点的 就跟我们人一样 缺钱不好混了 她没办法 才去托梦闹你的 那女的听了一直说 那我以后多给她烧点钱 婆婆说 烧多了她在下面 也收不到 今天是你到我这来了 烧的东西可以直接到她的手里 不然你烧再多东西 也会被下面的人拿走 你丈夫一个子都摸不到 那女的走后我就问婆婆 那像清明的时候 人们上坟烧的那些东西 地下的人收不到吗 婆婆说 有的可以 有的烧再多也收不到 这是需要福气的 有些人活着的时候或许很有钱 那是她上辈子积福 这辈子享受 死了这一副也就享受完了 东西烧的再多也不能用 有些人别看活的时候穷 但是要是有福 她在地下兴趣就很有钱 可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打点 让活着的人迫灾 才忘 婆婆很少出门 甚至不出门 有时候老神尉会告诉婆婆 今天会有几个人来我家看病 不能出门 婆婆就必须等到别人来为止 婆婆有时早上说 今天会有三家 让我做饭 我说好 结果不多不少就是三家 她说 这都是老神尉提前报的 而且从不报假话 有时候别人来我家看病 有大有小 有的一趟就可以把事情解决 有的需要好几趟 而且需要买不少东西 有个婆婆的远房侄女跑到我家来 哭得鼻涕眼泪一大堆 说是自己的亲娘被鬼上身了 婆婆不急不躁地让她侄女做好 自己拿出一把香点上 远房侄女刚坐定 就开始叙叙叨叨地 讲起自己的亲娘是怎么发疯的 你是不知道 她就跟神经病发作一样 大半夜不睡觉 一直唱起 谁拦就打谁 连我爸都挨了好几顿了 可是谁都拉不动她 力气大的跟牛似的 出门见谁给谁磕头 头不磕烂都不起来 我们就把她关屋子里 可是谁知道 大半夜她竟然翻墙出去 那是一人多高的墙啊 我妈都七十岁的人了 什么都不登 界里就爬出去了 我本来打算送医院的 但是有时候她又跟正常人一样 谁知道她今天又闯祸了 她今天跑到人家用来上地的鸡粉堆 在鸡粉堆里打了几个滚出来 全身都是鸡粉 跑到人家床上就睡 睡得人家床上全是屎 把人家气得半死 要不是看在多年老邻居的份上 早就报警了 婆婆皱了皱眉说 又是不小呀 我一听就知道 这是看来难办 婆婆这时让侄女出去买两包烟 那侄女出门就去买 不一会 烟买回来了 婆婆一根一根地全点着 烟把倒着 悬树在桌子上总共点了六根 最后 婆婆给自己点上了一根 婆婆平时是不吸烟的 吸烟是在和神尾沟通时才会用到 她才会吸 烟点了一根又一根 我们都等得很急了 尤其是那个侄女 都站起来走了好几次了 最后婆婆大吼一声 嘿 婆婆说 你们的事办得累死了 老神尾说了 要你拿来十份菜 两瓶酒 两条烟 就能帮你解决掉 十份菜五荤五素 东西拿来了 实情就可以了 那侄女连连点头 出门就去买菜了 好一回回来了 把菜全都放在婆婆供奉的神香面前 婆婆又点了一把香 时间又过了很久 烟一盒又消灭了 终于婆婆尝了一口气 说道 你们家东南角是不是冻土了 侄女叫道 是啊 我爸说准备在该间屋子 给我儿子学习用 怕我们影响到他 婆婆吸了一口烟 说道 那就是了 你们冻土的地方 住着南山上的神位 冻之前 你们是不是没有放跑 和拿贡品贡放 侄女一脸愁容地说 我们想着就一小间 没必要弄那么大动静啊 婆婆冷笑道 哼 这回闹的动静不大吗 假如你们住得好好的 有人没经过你的同意 就扒了你的房子 你会乐意吗 这神位啊 和我们人情世故是一样的 我让你拿的这些菜 是我请他们给你谢罪道歉的 你回去吧 从今天起 你妈就不会再闹了 婆婆告诉我 我们凡人在上界实际上都有名号 例如谁谁是南海的 谁谁是南天门的 谁谁是南山上的 每个家庭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保家神 就是专门负责你的神位 就相当于你住在哪里 就属于哪个聚委会 哪个部门所管 就是这个意思 来看病的 婆婆只有点上香 和你的保家神通上话 才能知道你的情况 如果神位不说 那我婆婆也不知道 保家神也分本事大小 有的很厉害 有的则自立浅显 就跟居委会和市政府一比 这就显示出来了 婆婆问看病的人要东西的时候 实际就是在请神位吃饭 饭吃到了 关系疏通了 才能帮你办事 这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有时候会要那种 指的金元宝和指钱 就是上面的神位 需要钱疏通关系 钱花到了 饭吃到了 所以才能办成事情 有次我调侃婆婆 说她老实说神位在吃 为什么没见食物少啊 婆婆笑道 神位是吃不到的 他们只是闻一闻味道 说个圣人的事情吧 我婆婆可以看到我们常人看不到的 以前我婆婆刚会看病的时候 我公公不相信 觉得我婆婆是神经了 我婆婆大字不认识几个 连药品都不认识 怎么可能会看病 可是婆婆坚持要看病 那时候婆婆可以听到神位在跟我婆婆说话 意思就是让给人家看这方面的邪并 有一天夜里 婆婆叫醒睡着的公公 说一个男的站在他俩床边不走 我公公一听 心想 这老婆子又犯病了 就没搭枪 我婆婆接着说 穿着阳白布的衣服 衣服上有个黑色的大补丁 个子有多高多高 头发怎样 五官怎样 我公公听了立马跳脚 那是我爸 我公公的爸爸 在我公公十五岁的时候就死了 死的时候连张照片都没有 我婆婆怎么可能见到 而且阳白布衣服和黑色布丁是下葬式穿的衣服 那时候穷 下葬都没捡好的衣服 听我婆婆一描述 我公公下的几页都不敢自己去厕所 我老公和我有个共同的好友 私当兄弟 反正关系好到像亲人一样 简称小礼吧 我因为有事在娘家住了两天 老公看我不在家 就跑到小礼家驱逐了两天 第三天白天回的家 从那以后的两天 老公一直联系不到小礼 到了第四天半夜 老公上网玩游戏 小礼发了一条信息问 在吗 老公上去就骂 你这两天死哪去了 小礼没回答 只发了句 我父母去世了 你明天有空就早点来我家烧纸吧 老公一看 顿是傻眼了 小礼父母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而且年纪才四十多岁 怎么可能死掉 老公就问真的假的 因为实在太难以相信 那么好的两个人会死 小礼说 真的 出车祸了 死在外地了 刚火化回来 后天就入土了 我吓得从床上爬起来 跑到婆婆屋里告诉婆婆 小礼父母出事了 我婆婆也非常惊讶 公公不相信 说怎么可能 别是跟你们闹着玩的 我说真的 公公就问我婆婆 你去问问老神位 看看真的假的 婆婆就去点箱 过一回婆婆说 是真的 车祸 俩人死得挺惨的 听婆婆这么一说 我们心里就明白了 看来是真死了 过一回 老公从屋里出来说 小礼爸妈出车的时候 和迎面来的大火车正面相撞 两人当场死亡 我一听 吓得浑身冒冷汗 这是老公说 要现在去小礼的家去看看情况 被婆婆立马阻止了 说不能去 明天早上再去 这种早死 并且意外死的人是大凶 谁碰谁倒霉 小则几年不顺 大则有血灾 不是闹着玩的 就是关系再好也不能去 明天你去烧纸就看吧 他们村里的人 不会有一个人赶上去凑热闹的 这是你们小孩子不懂 懂一点的都知道 这孩子没操持结婚 上面的父母没操持入土 自己就先死去的人 大凶中的大凶 第二天一大早 老公就和几个好的朋友 去小礼家烧纸 早前婆婆特地嘱咐 一定要切记切记 不能进到停放棺材的那个屋子 最好连靠近都不要靠近 因为这种意外似很凶 而且头七不到 死的鬼魂还处于一种 浑恶的状态 这只凶的鬼魂 碰到谁就跟着谁 有一种求救的心理 抓到你 就跟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老公很听话地点点头 毕竟这是确实太神人了 婆婆又说 最好在太阳下山之前回来 最好是中午过后 两三点阳气重的时候回来 本来我也想去 但是我的右腿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特别酸等 而且也不是什么好事 小礼也特地嘱咐我 别让我去了 因为在家还要带孩子 于是我就不去了 老公回来的时候 已经三点多了 我问情况怎么样 老公摇摇头说 尸体在外地的时候 已经火化了 小礼当时得知 他爸妈出车祸的时候 赶到外地时 他爸妈已经躺在太平间了 交警大队地让小礼认识 小礼掀开白布室 差点崩溃 小礼的妈妈还算可以 面部还算干净 可是小礼的爸爸 整张脸已经被 大货车的铁皮揭开三分之二了 一半多的脸已经完全翻开 露出里面的面部筋骨 小礼看到自己的父母 死得那么惨 没发疯 真算是很坚强了 老公说 明天就出病了 因为是死了两个人 所以必须选个双日子下葬 明天会很忙的 真怕小礼撑不下去 到了半夜 睡得正熟 我家十一个月大的女儿 突然骂的一声大哭起来 在这寂静的夜里 显得特别刺耳 我想可能是渴了 因为睡前吃了些闲的东西 就让老公去倒水 一开房间门 这小家伙跟炸雷似的 哭得更惨了 这一哭 不知为什么 我的心莫名的慌了起来 有孩子的可能有过这种经历 平时夜里不怎么哭闹的宝宝 不知道为什么哭得特别邪乎 不知道类似的 一直哭闹 给吃的不吃 给喝的不喝 就跟被人打了似的 哭得特别凄惨 我一边拿着小玩具哄 一边让老公去叫婆婆 看婆婆给吓掉魂的孩子 看病的时候 我有些经历了 知道宝宝哭 可能不是单纯的哭闹那么简单 婆婆来到房里 看到宝宝那么闹的眉头一皱 就问我怎么回事 我说我也不知道 喝水不喝 给东西也不吃 一直闹的 婆婆一听 什么话都没说 让我抱孩子到客厅的神像那去 刚做好 婆婆就点上香 点上烟 过了一会 婆婆问我 这两天你是不是腿酸 我说是啊 我以为是抱宝宝累的呢 婆婆吐了一口烟 说道 我说我怎么腿酸呢 原来是你的事 这里要特别解释下 如果有谁要到我家 来让婆婆看病 婆婆就会提前显现在自己身上 老神尉就会把那个人的病痛 在我婆婆身上显现一遍 假如你是心脏病突发 婆婆就会感觉到心脏的疼痛 就知道有人是因为心脏的病 但是老神尉从来不抱凡人的名字 他只会抱这个人上界的名号 例如南海的人有事 例如南天门的人有事 所以你不来到 婆婆也不知道是谁有病 只有你到婆婆这 老神尉就会说 这人是上界哪的哪的 这就是婆婆为什么不用你说 就知道你是来看什么病 或什么事的了 我说是谁的事 婆婆顿了顿 说是小李的妈妈来了 上了你的身 她妈妈死的时候撞到了腿 所以你会腿酸 我说 干嘛上我的身啊 婆婆说 你看我平时给那么多人看病 有哪个鬼魂敢在我们家胡闹的 她妈妈上你身是有原因的 我一想也是 平时有很多人到家里来看乡 都没有敢在我家闹腾孩子的 要是来看一个 我家宝就闹一夜 那我岂不早被闹腾疯了 我问婆婆 什么原因 婆婆说 小李的妈妈说 跟你上面的神位有亲戚 如果不是和你家的神位有关系 谁能在我这闹呢 我说 她闹我孩子干嘛 婆婆又吐了口烟 她想让你救她儿子 我疑惑不解 问婆婆 为什么要救小李 婆婆说 你以为小李爸妈的死真那么简单吗 一死死了两个 一个不留 就是留个残疾 也是个念头 这一下子死那么惨 当然有原因 婆婆看了看我家宝宝 自言自语道 你放心 该点透的我们会点 但是你也知道这规矩 不可能我到你儿子那要求给他看吧 就是我愿意 老神位也不愿意 这是不许的 婆婆又接着说 你放心 你儿子和我儿子关系那么好 我不会见死不救的 我会让我儿子点点小李的 你别在我这闹了 孩子小 经不起你那么大的阴迹 你要什么我都会送的 你也别伤我儿媳的身了 下来吧 过了一会 我觉得浑身一麻 就跟起鸡皮疙瘩的感觉一样 浑身一凉 慢慢的 腿竟然真的不酸了 我告诉婆婆说 估计下来了 腿不酸了 接着我又问 就算他跟我上面的人有亲戚 他好好的让我就小李干嘛 婆婆一脸严肃的说 他家房子有问题 不然他爸妈哪能死那么惨 婆婆说 他家房子估计有八分底吧 对吗 婆婆当然没去过他家 不过要想知道小李的房子多大 对婆婆来说根本就不是难事 我说是 婆婆接着说道 你们小一辈的人没听说过 房宽不薪宽嘛 房子大就是好事了嘛 他家就那么大的福气 却住那么大的屋子 能受得起吗 就跟人吃饭一样 你本来只能吃一碗饭 可你却要吃两碗 能不撑死你吗 听婆婆这么说 我有些明白了 婆婆说 如果他家的房子不找人收拾 小李不出三年也得去 他爸妈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死了 知道我能给他们家办好 正好跟你上面的人有亲戚 所以来我们加上你身 可是普通人对这不敏感 有时候腿酸腰疼 或者哪个难受了 不会往神鬼这方面想的 所以他只有找小孩子来闹 让你察觉 孩子小 没那么多人时间的杂志 最容易看见不该看的 阴阳有别 孩子经受不住阴气 当然会哭闹 有时候也许是自己家死去的亲人想孩子了 就会来看看 孩子闹一阵就过来了 如果连着几天闹 那肯定是有事的 我说 那我明天就让小李来我们家吃饭 找个借口让他来就是了 宝宝渐渐地睡着了 想想刚才哭的那样子 真是很吓人 第二天 小李来到我家 和我们聊天 无非就是安慰他和保险赔偿的事情 婆婆突然问小李 你爸爸是不是特别讲究形象 小李很诧异说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爸一天不洗澡都难受 天天出门头发都喷发胶 衣服一天即换 婆婆笑了笑说 我说怎么一直捂着脸不让看呢 原来是怕丑 小李知道我妈妈是看香的 一听我妈这么说 心里多少有底了 小李说 我爸生前最爱美 死了脸却被活生生地掀开半边 怎么能不捂起来呢 阿姨 你帮我看看吧 我想我妈 想我爸 婆婆一听 正和我们心意 二话不说 开始点香 香刚一点上 就开始大哭起来 舅舅俺的儿子吧 我知道 这是上身了 哭了大概五分钟 婆婆说 既然来了 就别光哭了 有事办事 哭也不是办法 我能办到就一定给你办好 不会让他早早地走的 婆婆又开始咯咯地打嗝 突然猛地一抬头 喊道 你家这几年出了这么多人命 小李一听 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婆婆又喊 八条人命 是不是 小李点点头 闷了一声 十年内 死了八个 我和老公听得糊里糊涂 什么八条人命 婆婆又接着打嗝说 我的妈 你家死了那么多人 怎么都不知道找人看看 小李一听 满眼都是累 十年不到 我们家死了八个人 全是年轻的 我大爷三十岁死的 还有我爷爷 身体不错 六十就没了 还有我姑姑 我三大爷 还有我爸妈 他俩都是四十 我舅舅的大女儿 二十多没的 还有我妹妹 八个月的时候死的 我谁都没说过 小李擦了擦眼泪 说 我们家本来死口人 现在死了三个了 阿姨 我刚听见你说的了 你的意思是 我也活不长了是吧 说完大哭了起来 看到这 我和老公都没忍住 跟着掉眼泪 老公上去搂着小李的肩膀 希望他好受一点 婆婆安慰道 你放心 你既然来了 就不会有事的 接下来的半个小时 婆婆就一直地打嗝 一直地点烟 问了一些小李房子的事情 然后说 如果不是因为房子的原因 你爸妈最多也只能再活十年 而且本来先走的是你 因为房子的原因 你爸妈先走了 你们盖房子 难道没找人看看吗 房子盖不好 是人民观天的事情 你们年轻人以为没什么 出了事就完了 小李听了又是哭 哎 毕竟全家死的就生的自己了 婆婆说 你们家房子如果不解决好 你们家那一门的人都得死绝 到最后只活了一个老寿星 只活一个年纪大的人 小李说 我还有个奶奶 婆婆点点头 最后估计救她活到最后 小李说 我奶奶五个孩子 死了三个了 婆婆说 我第一次接到你们家 那么大的事情 十年内 八条人命 哎 你妈不希望你也早死 一直求着我救你 你放心 就算你妈不说 我也要救你的 你和我儿子认识那么多年 你这孩子心眼也好 我不会让你早死的 你那房子准备卖吗 如果准备卖也卖不掉 就必须解决 小李说 那是她爸妈给她的念想 不想卖 你解决吧 要多少东西都行 婆婆说 东西是不少 但也不会多要你的 这些东西都是要老神位在上面疏通路子 买你十年平安 你那房子 我保你住里面十年 不会出任何问题 十年后你再来我这 不过到时候那房子估计也要被规划了 那样更好 小李点点头问 都是什么 婆婆说 六十捆箱 六万个纸圆宝 两条烟 三身衣服 你这孩子 是不是你爸妈死后两天 按规矩你应该去送灯笼的 我们这里的规矩 家人去世后 自己的直系亲人去坟前烧灯笼 烧纸钱和衣服 小李说 我心情不好 怕忍不住又哭 让我表哥去送的 婆婆叹道 都说你们年轻人什么都不懂 你不去送 让别人送 你爸妈能收到吗 现在你爸妈在下面没钱花 衣服也没有 灯笼就是长明灯 你也没送 他们门前黑灯瞎火的 三身衣服是你爸妈要的 而且 我要做法给你爸爸那边脸补上 不然这出门办事都不能见人 小李一听 很高兴 说 阿姨 我替我爸谢谢你 婆婆笑着说 你爸已经谢过了 由于当天下雨 不好出门买东西 所以小李决定在我婆婆这买 最后开始送这些纸钱 婆婆说 你的是今天一次就办齐了 以后那房子你放心大胆地住 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回家你好好找一找 老神卫报给我说 你家有三个存折 加起来大概有三万多 你拿到公安局给你开个证明 就到银行把钱取出来 三大箱子的箱 只先烧了快两个小时 最后婆婆拿出一张烧给死人用的黄表纸 用手在上面一直画呀画的 感觉像在苗什么轮廓 一会婆婆说道 你爸的脸已经补好了 过了今夜就能出门了 小李一听 当然很高兴 接着向婆婆说出了今天发生的事情 小李说 今天因为要办爸妈保险的事情 需要复印我和我爸妈的身份证 于是我就去复印 结果 同样是一个机器出来的复印件 除了我的头像清晰 我爸我妈的面部全是模糊一片 当时我都觉得邪门 当时出车祸时 我爸妈的脸就跟着复印机一样模糊不清 婆婆烧完纸和小李聊了聊 婆婆对小李说 你爸妈下辈子只能轮回为兄弟姐妹 夫妻的缘分是尽了 你爸妈还想当夫妻呢 哎 这辈子也没能白头到老 老公对婆婆说 妈 我听小李说刚才复印件的事情 我也想起来一件事 下葬那天 我开车带着小李去外地的那个交警大队 车开到野外的小路时 咱家汽车亮黄灯了 我们急死了 那附近根本就没有加油站 亮黄灯的时候 汽车顶多在行驶20公里 最邪门的是 我们从郊外一直开到室内 那邮表一直愣是没下来 我以为是邮表的显示灯坏了 就重新打火 可邮表还是亮黄灯 一直开到加油站加上邮 邮表又正常地升上去 当时吓得我和小李一身冷汗 婆婆一听说 当时车上坐着小李父母呢 知道你是为了他家的事情忙 怎么可能让你俩困在郊外回不来 我们一听 直接差点被冷汗浸头衣服 后来过了几天 小李的事情大部分已经解决了 婆婆帮他把那个凶房收拾好了 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宝宝夜里也没再哭过 还有 小李果真从家里的抽屉角落 找到了三个存钱款 许开了证明 总共有三万多 小李对婆婆就更加敬畏了